虽然大部分人还是非常同情雪莉遭遇的 但是仍然有一些网络见拔侠 抓住一些他们所认为的线索 开始疯狂的编故事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撇开雪莉的案件不说 随着科技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暴力 老动乌托邦翻车现场 之所以说的翻车就是 他过早下了定论 他讲这个案子的时候 这案子还没完全结 后来更多的争取被发现 判决也做了 确实是自导自演 并且好像是判了时间不长的监禁吧 因为证据太硬 并且也做出了判决 事实基本上是不可否认了 不太可能继续反转了 其实关注脑洞乌托邦时间比较久的观众也知道 小屋这个博主三观不是很正 注意我措辞了 三观不是很正 没有说他完全三观不正 之所以这么说呢 就是他在做很多案件解说的时候 还是或多或少 你可能是不知不觉啊 受到主流舆论的影响 尤其是近些年这个 所谓的这个me too运动啊 这个运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保护受害者 特别是女性受害者 可是呢 也造成了一些不良的风气 就是让公众先入为主的去认为 这种失害现象发生了以后 大概率都是女性一方是受害者 那现实可能确实如此 但是戴这种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 刻板印象去关注案子 甚至有些这种情绪啊 这种公众情绪的渲染影响了 司法办案甚至判决 这就太不应该了 老公乌托邦作为一个 讲述案件的频道 他倒是 没有造成这么 这么严重的影响 不过 对于舆论 对于公众的影响倒是不小 他也是 为做出完全定论的案子 经常会偏袒 女性一方 当然了 有的案子 已经成为定案了 确实有事实证据曝光 并且也足足判决 证明这个 这些案子 当中的这个女生 不仅不是受害者 并且还成为了 失害者一方的 那么脑洞托邦倒是 也毫不避讳啊 他这点还是比较客观 只不过说他 还是需要 就是有定论的话 他也会 去陈述事实 证明这个 女生这一方式可以成为 失害者的 但是这种 通常 证据 不定论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 不够中立了 他就会 有意无意的去 这个站在这个 女性受害者 这种 预设结论的 这边去倾倒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他 三观有点不正啊 但是没有 没有说完全三观不正 没有那么严重 大家要关注呢 还是 去关注 毕竟作为中文的 案件解说频道 他做的还算不错了 虽然比MR档案 可能啊 这个从严谨程度啊 这个事实的 这个还原度上 稍微略逊一筹 但是 整体也算是不错了 并且他 做的案子 种类更丰富 所以 这个我 我也是关注他很多年的观众 不可能越黑他 他频道 总体来讲 还是比较喜欢的 咱们不吹不黑 就实事求是 说 他就是 这一次是这种 确实翻车 有明显 事实 证明他翻车 那么翻车 他就是翻车嘛 希望他也可以做一期 跟进回顾 去承认一下自己翻车 那这样的话 对他形象肯定是 更有利的 至于后边 这些评论当中 有很多啊 就是这种 说别人键盘侠 但其实正是自己口中的那种键盘侠的这种 这种人啊 这个留言 这就 就就就远远不如小吴做的好了 有些这个是言之琢琢 去去大骂那些 说别人这个是阴谋论 这个是 就是说 凡是说 这场 这场案子是自导自演的 都是阴谋论 都是 都是键盘侠的这些 那现在呢 脸打的太清脆悦耳了 这个 以这些人估计也 不好意思自己站出来 去承认自己 下定棍为时过早 那更不要指望他们会 出来承认自己 判断失误 我们也不愿意跟这些人照较真 但是毕竟他们对之前提出合理质疑的人 做出了过早的论断 那么他们这些留言也在网络上应该有记录 所以呢 也把这些留言当中一些典型给挑出来 做一个耻辱注吧 就把他们都盯上去 其实我去承认自己 都是线别的 你也不愿意跟他们